離開你 我像一個逃兵 無處可去 也無路可退 脆弱的淚 總在提醒自己 這失敗的滋味 讓自己好累 分手原來是那麼簡單 一句話 將所有都改變 我的明天 該怎麼來安排 我是不是應該 把心藏起來 過去的一點一滴 你也許早已忘記 可是每次我想起了 你還是哭了 哭了 哭了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只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今生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愛要有你才完美 我卻無力再挽回 長長的夜 獨自去面對 我不想聽見你愛上了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愛情剩下一段灰 曾經燃燒得很美 江山今世又過這一回 我不會再讓自己心碎 愛情剩下一步 太難為了 小路 小路 你聽我給你解釋啊 那真的是我一室友 小路 你先別 你總得聽我解釋一下吧 小路 哪真的就是我一合租房子的室友 真的 别跟着我 你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先别走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走开 不是 你让我照顾你爸妈说 你怎么不让我走开呢 我在医院陪了他们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不能出来会个朋友啊 再说我们俩也没什么呀 就算有什么 那你管得着吗 我们俩都离婚了行吗 对 对 咱俩是离婚了 所以说我自己有病 知道就好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没有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妈呀 把你拖累成这样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我没有 什么叫你没有啊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你为什么不敢说实话 对 离婚了 你爱跟谁在一起 爱干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讨厌我现在自己 变成这样行了吧 你用不着跟我道歉 真的 是你妈叫我来的 我也不是冲着你 别跟我提我妈 越提到我越恨你 我妈也那么喜欢你 行了 行了 这种事咱别在外边说了 走走走 我跟你回家 别跟我回家 那不是你的家 是我一个人的家 你放心 明天我就把离婚的事告诉他们 我妈就有心脏病我也认了 那你就跟谁置气呢 我没有跟任何人置气 久了 九零后 我告诉你 绝对是九零后 没事 没事 我跟你讲 你不用劝我 我一点也不生气 你说人家小姑娘 我跟人犯得着生气吗 我就气吕不凡 你说她这么大人 她要脸吗 你就说我们俩 离婚才几天 她就找一个 你说你要脸吗 吕不凡 你要不要脸呀你 行了 你别摔了 你别生气了 行吗 这种事吕不凡有了心 也没那胆啊 你别 不用劝我 我跟你说啊 这婚姻离呢 我就轻松了 他爱干吗干吗 他爱找谁找谁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就明天找一个零零后 我也 我也管不着他 不是 那你也得九零后 喜欢他才行吧 人家能喜欢他吗 你就说维瑟吧 人家算这个 零零后这边了吧 你说你喜欢领饭这种吗 别把我瞅进去啊 我都不认识他 第二姐 你就不能说了 我劝去他呀 没有 谁怯着我了 我都说过了 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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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生气了 他不是离婚了吗 对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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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的好话 你不知道 威瑟跟你说啊 喂 弟啊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你说谁没出息呢 说你呢 她找一个女朋友 那你找一个男朋友 不然那不就完了 我要不是前一阵折腾你的事 我现在早就度蜜月去了 现在找也来得及 你找一男的 然后 你看他什么反应 如果说他被你气着了 那您把他趁早复合呗 要不我看着都闹心 你怎么说话呢 谁要跟他复合了 谁要跟他复合了 我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跟他一刀两断 我跟他 我跟他 我跟他再也没有任何往来 我找一个优秀的男的 我气死他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汪小璐 这话说对了啊 上道了 特别好 老板 说不连你也觉得 我一直没翻片呢 这种事吧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反正总觉得欠吕不凡的 现在好了 两清了 互不相欠 不挺好的吗 谁觉得亏着他了 离婚是我的责任吗 你说说 你平平理 里边所有的事你最清楚 离婚是我的责任吗 反正我跟你说啊 以后我再也不会 去找吕不凡了 我这辈子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再去找他 我就是你孙子 不对 我就是董威萨的孙子 你的虫孙子 来 来 吃吧 师傅 看来这菜你是下功夫了 忍辱负重做出来的菜 都透着一股杀气啊 行了你啊 早在这儿得了便宜还卖贵 好吧 变成了 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要开动了 你 李先生 你大概怎么样 热热身 热身哪 裤子变了出来了 你就穿拖鞋啊 像这种游戏界的高手啊 穿什么都想 又让你看看我这游戏界 元老的威望 马上我就要跟李先生PK了 好 大家猜猜会是谁赢呢 当然我 当然是我了 好 好 好 造型很重要 好 哈哈 你看看 真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当每天我戴着装 穿着厚厚重重三百多斤的衣服 在舞台上蹦来蹦去是闹着玩的哪儿 叔叔 你还玩不玩呢 玩不了了 是啊 你那装就得占两百斤吧 手下败将 强词多礼 不管怎么说我昨天也是在医院陪了一晚上啊 这体力肯定支撑不住啊 你得照顾我这种弱势群体啊 我在充满活力的造女陪你玩游戏 是多少宅男心目中的梦想啊 我还不善待你啊 我看你就是受虐行人格 就应该回去找骂 是啊 挨死骂啊 那把事都解决了也行啊 你说 你的前老婆 不会真的误会我是你女朋友吧 那她是不是就恨上我了呀 我没想让她误会我是你女朋友的 真的 行了 你啊 想笑就笑吧 甭憋着了 那有好多词没说呢 行了吧 你都笑场了 还演什么呀 我想 这人生得意的时候啊 就应该笑了 那人生要是失忆了怎么办呀 那更得笑啊 来 我跟你比一块 那不就是强颜玩笑 老白 我打算 明天就跟我爸妈说离婚的事 你帮我想想我该怎么说呀 你可想好了 这么一来 你可得把领饭给放生了 放生就放生呗 放生就放生呗 我要是不放她的话 我自己都没活路了 威赛说你进步了 如此可教 什么叫如此可教呀 你一个米国回来的小屁孩 你懂吗你 喊喊喊 喊喊喊 行啦 进来吧 你原来从来不打招呼 就直接进 今儿怎么了 这不是怕看到什么不美好的事情吗 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聊天特认真的事 有多认真啊 我想跟你说说你的前老婆 我觉得其实她挺不容易的 她不容易 谁容易啊 我还不容易呢 我这婚都离了 还忙前忙后地伺候着 你再看她看我那眼神 就跟我干个什么似的 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师傅你不是好人吗 好人就得受委屈 那好人她容忍她也得有个度吧 反正我不会再伺候了 好好好 就当我没来过 那你早点睡觉吧 晚安 你先别着急走了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人家还没准备好呢 你说这么突然 你别反悔 只要对我温柔一点 还是可以的 行了你就别闹了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挺不容易的 可是这次误会 那你就把我们俩的关系说出来 是一场误会不就好了吗 你能别再演了吗 我没演 不是误会 所以我们才不用跟别人多解释 看来我今天真是来对你 我知道你要哄我 我就靠一会儿 靠完我就走 师傅你知道吗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是至于系的 跟我在一块儿啊 能抚平心中所有的创伤 我第一次觉得 三次元的师姐 也是很美好的 爸 爸 妈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呀 习惯吧 吕不凡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他来不了了 我们分手了 分手 不行 不能直接跟妈说 他老是晕倒 坏一个 爸 有个事我得给您交个底 您帮我想想怎么跟我妈说呀 不想要小孩呀 这个我可说不服你妈 不是爸 跟说小孩没关系 是之前房子的事吗 要钱你得找你妈 我可没有 不是借钱不是借钱 好好的借钱干吗呀 还能是什么事啊 小鹿啊 你不会是把我偷偷看球的事 告诉你妈了吧 不是爸 你先别说 你先别说 你听我跟你说 我跟李不分分手了 我连上面三件事 跟你妈都说不上话 你让我去说这件事情 你还让不让我出院了 小鹿 不 爸 你也太没用了吧 你说话我去 妈 最近李不分她老是出差 对呀 她又出差了 没准哪天她出出出差 就就就就就就 人就回不来了 妞妞 我说奇怪的吧 出差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出差能把人给出丢了的吧 妈 我跟李不分吵架了 妈 你先吃点药吧 我怀不了小孩 所以李不分不打算跟我好了 你吵个架道个歉不就好了吗 妈妈用不着吃药的 妞妞她敢不要你 小鹿啊 你们再多试几次不就好了吗 一定会怀上的 妈妈相信你 妞妞 我们这次简直吵得天翻地覆 我告诉你 我跟这个人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了 哪有不吵架的夫妻 李不分 她已经有别的女人了 告诉妈妈是哪个小妖精 妈妈替你去收拾她 还是什么呀 我们俩你离婚了 没的可是了 妈妈 看来这次怎么着你都得晕了 不管你怎么晕我也得说 我说定了 妈妈 看来这次怎么着你都得晕了 不管你怎么晕我也得说 我说定了 好 走 来了 你好 我爸妈呢 阿姨带着叔叔出去了 应该就是下去走走吧 谢谢啊 我就是不大喜欢美国 为什么呀 你呀不是在朋友圈里 看到老吴发那些照片 人家想去哪里 你就想去哪里 人家不想去的 你也不想去 那又怎么样啊 怎么样呢 我是在想 弦录他们要是 怀上了孩子以后 那我们哪儿都去不成了 你没听人家说吗 退休这两年 是最后的黄金时光 你说我们现在身体还好 腿脚还灵活 牙口还好 出去走走多好啊 等到我们七老八十了 主了拐棍再出去啊 走得动吗 去哪里都好 就是不想去美国 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不能去美国呀 我们国家 有多少名山大川 还有很多地方都没去过呢 为什么要去美国啊 再说啊 如果你想到外面去的话 还不如我们去欧洲巴塞罗那 不不不去 不去了不去了 什么巴塞罗那 肯定会有人给你点赞 又算了吧 你就会给我画大饼打白条 去年 去年你不是答应我吗 去什么聪明的东滩 去了没有啊 你去了没有啊 我还去非洲 那个东滩有什么好去的 有多了 有多了 小吕啊 吕不凡 在这儿呢 不凡你来了 小路呢 我不知道他 主要是我早上有个事 我就先出门了 可是后来我一想 我怎么也得来这儿一趟 我就过来了 是这样的 那早晨啊医生来你爸爸病房说 他可以出院了 所以我们急急忙忙 下楼去办出院手续 人特别特别多 所以我们先想 出来走走 等人少了再去办 那这样吧 那我先上去 上去给你们收拾东西去吧 不不不不 我们也得上楼了 我们不能再老子走啊走啊走啊 再走下去 我们走到非洲去了 李大夫您好 刚刚有个护士说让我去找您 但我去了您没在 这样吧 你先过去 让他们别等我了 一会儿我自己过来 好的 我们去办公事谈吧 之前你说你妈的心脏不太好 所以我就没跟她说 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合查的结果不是很好 不是啊 大夫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您是说 我爸爸脑子里长东西了 我只是给你解释一下报告上的名词 至于你父亲到底是什么病 现在还不能确诊 那没有确诊 为什么让他出院啊 现在病人的状况还比较稳定 下一个阶段的检查 我会安排的 你到时候按时过来就行 我建议您的父亲 还是先做一个伴侣诊 我们要确定 这个东西到底是原发的 还是从别的地方转移过来的 转移 你去哪儿了呀 爸妈让我出来找你呢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爸今天出院吗 我怎么也得过来看看呀 我怎么也得过来看看呀 怎么了你 我没事 爸 妈 我说两个孩子 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吧 不用回家了 我们今天就去外面 庆祝庆祝一下 那个我没事 就是那个 你不是好像晚上有事吗 对啊 我明儿得去杭州 我也是得去一趟的 是不是为了我的事情 耽误了你们的工作 没有吧 我这事啊是早约好的 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对不起爸 不能陪你看球了 不看球最最好了 不凡 这件事啊 妈妈今天还真得说你几句 你别嫌我啰嗦啊 你说你们年轻人 大白天的忙工作忙啊忙啊 晚上还要熬夜 身体不要了 你看看啊 你爸爸和我 我们年轻的时候 身体好的嘞 可是到了老了你看 岁数一到 毛病还是早上来了 你看你们现在啊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折磨自己 到老了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听妈妈的话啊 不要再熬夜了 你不懂人家 现在的年轻人 做工作就是为了享受 你不让人家享受 人家就不想工作 小吕啊 不管他们女的 我想好了 明天我们就奔非洲去 非洲 你爸今天早上 那神经真是搭错了 说要带我去C州 我说你们俩要是一起去的话 我倒是挺情愿的 爸 妈 其实我觉得 你们俩应该过一下二人世界啊 多不容易啊 我们俩去呢 天乱 对 天乱去了 就是 爸 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把剩下来的检查都做了的话 我们就去趟旅行社 我们这回啊 用时髦的话来讲 就是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喂 老董 好 怎么这么早啊 我在平安信托呢 刚才看了一个三百万的地产信托 我觉得挺有前景的 我想做这个 行啊 行啊 这些事你自己看着定就行了吗 威瑟什么时候回美国呀 忘了告诉你了 这个威大展示不回美国了 他留在上海读书 不是 我要不问你 你是不是准备一直不告诉我呀 这事忘了跟你说了 是我不对 其实我跟威瑟说了 想让他亲口告诉你 估计这孩子也是给忘了 他妈把他扔我这儿就不管了 你这亲爸想紧拨后尘啊 别生气 这事回家跟你想说 不行 不能回家解释 你现在就跟我说 说清楚 行了行了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李默在秘鲁突然给我来一电话 说在那儿待舒服了 暂时不回美国了 说他跟威瑟通过电话 威瑟说在上海待着也挺好 不是 这威瑟喜欢上海留在上海 功劳也有你一半对吧 老董 这事我必须说你几句 你跟李默这样的夫妻 根本不适合有孩子 你们根本不负责任 对对对 青春无知悔之万一 所以爸现在只能指望你了 你就受累 给威瑟上个学校一年 顶多就一年 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啊 这都几月份了 让我找学校 上海一个学校多难进啊 前两天我跟一朋友吃饭 说两百个名额 六百张条子 你把我当神仙呢 你就是咱们家神仙 算了吧你 我是神仙啊 我就让大水冲了纽约 把你给我冲回来 别 行 千万别发工 别逗我了 谁逗你了 行吧 你把老张电话给我 我让他给我推荐一下 拜拜 董太太 如果有好项目 我会跟您沟通的 好 好 您走好 拜拜 拜拜 不凡啊 不凡你不是明天才走吗 不管多晚 你都要赶过来 我们等你啊 行 我尽量赶回来 不过你们也别刻意等我 爸 妈 我们先走了啊 慢走 赶紧回去吧 天冷 反正好好的啊 爸 妈 你们以后也照顾好自己啊 行 你们赶紧回去吧 来 好 我们进去了啊 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我知道 我既然都跟你说 让你不用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还有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咱俩的关系 跟你父母交代一下 我也会跟我父母说的 你也算人之欲尽了吧 我温馨无愧吧 余不凡 谢谢你 你没事吧 没事 行 那你保重吧 我走了 伯母 其实你肯收留我 我特别高兴 说什么呢 什么收留啊 怎么 但是你看 就我这样 上学肯定受欺负 你就说 就就你 这么高大个子 谁能欺负你啊 你要是派人欺负 那我给你联系上初中班 都比你二 你欺负人家去 那我还不如上幼儿园呢 我当老师哄孩子去 小扯家的 什么都明白 我跟你说啊 阿姨今天求了一天的人 找了各种关系 终于给你找到一最棒的学校 去上学去好不好 我不去 不去 不去 你要是嫌我在家里暗眼 那我就回美国了 瞎说什么呀 我 我怎么会嫌你暗眼呢 你说 我在这家就一个人 天天你陪着我多好啊 我巴不得呢 但你都这么大了 老不上学也不行啊 天天这么昏日子哪成啊 你知道之前 我妈不管我 把我扔到学校去了 那是因为她整天四处乱窜 我要不住校连饭都没得吃 可你就不一样了 你看你在家多闲 都给我梳头发了 那我还上什么学 所以 你说正点了 你不能像阿姨一样 每天闲着知道吗 阿姨闲着可以每天给你做饭 你会上学去好不好 你就是现在不去 等你爸回来 你爸别得跟你说吗 到时候你去不去啊 是他爸 你看 他都不敢跟我说 要你跟我讲 他都不说你凭什么 替他出头啊 阿姨有时候各扫门前雪 他不是一句坏话 你别管我了 反正我不听 我一会儿到你屋送水果去啊 小鹿啊 你再给布凡打个电话呗 不管多晚 总要过来坐坐的呀 对吗 他昨天不都说了 今天晚上有事吗 有 再打一个呀 有什么关系的呀 你说你这个孩子也真是的 他没空归没空 但是我邀请他是我的意思 对吧 他不来 但我意思到了呀 对吧 来 你再打一个 现在就打 好 你不打是吧 我打 行行行 妈 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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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烦啊 你干吗呢 妈不叫你过来吃饭吗 你会儿还没开完呢是吧 妈 他还在忙着呢啊 好好好 那你忙你的吧 好 再见啊 喂 不烦啊 你还在那儿忙啊 是啊 有点忙 那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估计还得有一阵吧 我跟你说啊 那个小鹿说最近你们俩吵架了 我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妈 我这儿现在正忙着呢 一堆人等我开会呢 等我回头空下来跟你说啊 行 挂了 这有点过分了 好了啦 老汪 你就不要说了 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又吵架了 小鹿 你真是太不懂事了 人家李不凡对你有多好啊 你到底想怎样啊你 你耍小姐脾气 你该知足 我就觉得啊 你找的这个工作 肯定是有问题的 望小鹿 你要干吗去啊 说走就走 讲脾气了 不是我说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刚从医院出来 你还嫌不够热闹 非要搞得所有人鸡飞狗跳 你没看出来啊 你真的没看出来吗 从早上到现在 他就是这副样子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看出来 非要像你这个样子啊 我越看出来 你越要管好你的那张嘴 你 喂 爸 别走这么快 老爸跟不上 在你后面呢 你竖子 无忍 至于吗 什么 被你妈妈说两句 是 你就哭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我 被你妈说了那么多年 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们回去吧 好不好 走了 师傅 听我一下 我说你这 你菜 我尝你的 小璐啊 你也别怪你妈 你妈这两天压力挺大的 她这个人最爱紧张 一紧张把所有的情绪都移到实境上 让所有的人都跟她紧张 这都是老毛病了 没有 爸 我也没怪妈 我就 我就不想说我跟吕不凡的事 不说就不说 没事 您千万别多想 我跟吕不凡没什么大事 就闹了点小别扭 我没多想 其实今天也怪我 要不是早上念叨着和你们一起吃饭 你妈也不会那么较劲 人一老再一病 就希望自己的儿女 跑到自己身边来 不然的话平白无故 怎么会惦记着你们啊 说起来我也挺自私 是不是 没有 爸 其实 子私的人是我 你们八零后独生子女啊 自我一点很正常 你和爸妈在一起的时候 咱们都可以 关键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都是从小被宠大的 你说谁让谁啊 是不是您跟妈一直觉得是李不凡的让着我吗 不是 怎么可能呢 如果她一直让着你的话 早就受不了了 你们还能够过到现在吗 好了好了 没事了 还是要给人家一个台阶 听爸的话 讲完了没有了 讲完了 回家吧 小鹿啊 今天这顿就算你欠我们的啊 下回该你请我们了 要不你们俩过来住几天吧 你就跟顾凡说 你爸爸想吃他做的饭菜了啊 知道了 妈 这还差不多 其实我还想说 他是想让小李给他做饭吃 你在孩子面前冲什么好人啊 这还差不多 不是你在家天天说吗 说我做的饭菜拿人吃死了 那我现在把布帆叫到家里来 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就会在孩子面前装好人 装吧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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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等了很久了 上车上车 我以为 这样的故事 不属于我 我以为 这样的痛苦 不属于我 那天 你看着我走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没有 我留 假如 你紧紧的 抱住我 这故事 也许不同 我 这痛苦 也许 不属于我 这痛苦 不属于我 我 我 还在 远远地 看着你 我 还在 却不 承认我 还在 爱着你 你 因为 倔强 对自己 说谎 假装 没有 你 也是 一样 我 都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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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